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起码当初轻衣送我的时候胖子可眼红了好一阵子 一个劲儿嘀咕我和轻衣上背的是亲兄弟 要不然他为啥这么厚待我呢 这种小天师化的府扔在市面上随随便便的一张能卖出好几十万 而且是有价无市 毕竟天师的身份在那儿光是慕名而来拜访的人 拿不出个几十万见面礼恐怕都不好意思进天师的门 所以天师级别的道门高手可从来都不缺钱的 根本不需要靠卖符挣钱 而且画符会消耗他们的法力 对他们来说更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对天师来说法力比钱财重要得多 以至于这种天师级别的符路在市面上非常罕见 别人弄一道符都难 结果轻易一下子送我一打子 为了就是让我在知情天道蒙的试炼时候能够保命 对我的后代就可见一半了 根据胖子说 这种符只要往门上一贴 自有天师正气震慑痴美亡良 哪怕家中有人去世 阴柴要跨过这道门进去锁里面的阴魂 都得好好掂量掂量 因为试舍天师得通报阴间的阴帅 然后乖乖地在门口候着 等阴魂什么时候想走了再接走 注意是接走而不是直接带走 这就是这些符的威力 不过眼下我八识厄运加深 最后硬在阴节上 为了我这小命不得不防患于未然 于是在办理离院手续之后 回家第一个事就是把轻易给我的镇摘符全部用上了 大门小门屋门一个不差 各镇了一道符 做完这些我才总算松了口气 可是我没想到的是便是如此 仍旧挡不住那些牛鬼蛇神朝我汹汹而来的脚步 因为昨晚在医院里听硕树林讲了一个晚上故事 所以今天我在回家之后仍旧十分疲惫 基本上曹操吃了一口饭 让苏苏给我换了一次纱布 就直接回卧室睡觉去了 我身子还是太弱 即便是修炼杀气之后有了一些长进 可还是经不住这么折腾啊 疲惫得厉害 基本上脑袋一沾枕头就睡着了 而且睡得特别死 连晚饭都没吃 一口气睡到后半夜 忽然感觉一双冰冷的小手不断地拍大我的脸 这才一下惊醒过来 也许是最近这时间 一直挣扎在极度的危险环境中 所以我的本能也发生一些改变 睡眼朦胧地被一双冷冰冰的手拍打脸弄醒之后 看到没看是什么东西在拍到我的脸 就直接伸手朝枕刀旁边摸索过去 摆臂刀就放在我的头边 谁知 不等我抓住摆臂刀 那双冷冰的小手一下按住我的手腕 那双冷冰冰的小手力道极大 一下子竟按住我一动不动的 骨头有些发酸 当下我要挣扎 结果这时候花木兰的声音忽然在我心中响起 不要乱动 是我 我一愣 这时候思维也开始清晰了 扭头一看 可不 站在床边的正是花木兰 虽然我屋子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 黑灯家伙的看不清她的脸 但是大概体型我认出了她 心下不禁有些惊奇 搞不明白她到底要干啥 正要开口说话呢 结果花木兰又捂住我的嘴 然后我看见花木兰真是自己胸口 她的意思我明白 她让我用心念对话 我们两个本命相连 这是属于我们两个的对话方式 我不傻 已经从花木兰的异常举动中 察觉到一丝不对劲了 当即点点头 示意我知道了 然后在心里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有音会之物 朝上门来了 花木兰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阴沉 就说 阴气很重 而且有很高的灵质 不出意外 应该是害过人命的 又倒行的脏东西 我一听这话 顿手浑身一个机灵 连衣服都没过得上船 人家屁股疼痛就下了地 走到窗前 拉开窗帘一条缝隙 朝外面望去 屋外 月明星夕 我家院子不知何时 已经弥漫起一场大雾 在地上飘荡着厚厚一层 浓雾中可见度非常低 视线甚至无法看到 一米开外的景象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 本来雨水就稀缺 再加上 现在还不到九月份 天气更是炎热 根本不具备出现大雾的条件 我已经不是从前 什么都不懂的傻小子了 一看这情况就知道 这绝不是大雾 而是阴气 非常浓郁的阴气 怕是那个脏东西 已经在我家院子里了 所以这院子里 才泛起这么浓郁的阴气 只不过 因为脏东西没有进屋 所以阴气 没钻进屋子里来 因此 并没感觉这气温变化 不过我心中 有了疑问了 我的大门和小门上 可都贴着镇宅符啊 那东西是怎么进来的 花木兰和我心意相通 我的疑惑 他一下都感觉到了 于是用心念告诉我 他说 他是爬墙进来的 放在你睡觉的时候 我忽然感觉 一股非常强烈的 因怨之气 从难免墙头翻入 那时候 我就知道 有非常难缠的脏东西进来了 而且这东西 绝对害过人命 竟然知道 绕开大门的天师镇宅符 须知 一般的阴晦之物 看到天师镇宅符 立马被吓得仓皇逃窜 结果这东西 竟然丝毫不怕 还找漏洞钻了进来 显然是个惯犯啊 花木兰 花音刚落 毫无征兆的 屋外就响起一连串的脚步声 似乎是在来回的徘徊走动一般 我一听着脚步声 顿时脸色一变 听声音的方向 那摸进我院子的东西 应该就在客厅的外面阳台上 我常常呼出一口气 无声无息的就激活了杀气 然后走到卧室门前 凑在猫眼上朝客厅望去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 我就看到一个穿着黑色兽衣的老太婆 正站在阳台上朝客厅里面观望着 借着惨白的月光 我隐隐约约看到 她的脸了 那是一张皱巴巴的 发青黑色的脸 尖嘴后腮 两只眼睛完全是漆黑色的 没有一点眼白 乍一看 像眼睛被挖走了 只剩下俩黑窟窿一样 她就那么站在客厅的窗户外边 一个劲咧嘴笑着 一笑 脸皮子僵硬地扯到两边 露出一口发黄尖锐的牙齿 看起来说不出的恐怖 饶恕我见到不少脏东西 仍旧被这鬼老太 吓得浑身有些发毛 而且我隐约觉得 她身上的兽衣看起来有些眼熟 想了半天 才终于知道 在哪里见过了 这鬼老太 就是我收了白臂刀 那天晚上趴在我背上 被我背了大半夜的那个东西 被李叔用发秋印打跑之后 没想到 现在竟然又找上门来了 一下子我整个人都呆住了 身子有些微微颤抖 说实话 对于这个那天晚上 趴在我背上的鬼老太 我到现在还有些心理阴影 这时候 那鬼老太 咧嘴笑起来 抬起手 开始在客厅玻璃上 比划起来 她的指甲足足十多公分 黑漆漆的 手跟鸡爪子似的 看着又吓人又恶心 她拿着指甲 在玻璃上轻轻地没有滑 然后我听咔的一声 玻璃上直接切开一刀裂痕 那指甲 发生比金刚石 玻璃刀 都得锋利 她分明就是 看我雾门上贴了镇宅服 不敢硬闯 要切开窗户的玻璃 直接进来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摸金天师 有名活人回避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